三圖颱颱颱颱颱颱从高雄登陆 暴风圈笼罩高雄长达60个小时 其中更测得17级强风创意时新高 高雄许多地方满目创意 路数横倒其中也包括佛光山在内 大树蓝腰折断横躺路中 场景触目惊心 佛光山经历三圖颱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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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 许多树木蓝腰折断阻碍来往交通 细小之夜山落地上则有碍观瞻 风雨烧停全山集体浦波 预计三小时内要将全山清理完毕 那么当然这一次 最主要的就是好多的树木都倒掉了 好多的枯枝树叶都散落在地上 那么甚至于有些路灯 它的灯泡也都碎掉了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这样子的一种 好像环境要把它恢复到正常 那这样大家才有办法正常作息 那么尤其礼拜六礼拜天 很多的信徒跟游客过来 让他们能够看到佛光山焕然一新 我相信他们对佛光山 这样子的集体创作团结一新的精神 一定会有很大的震撼 这次参与普波的包括义工 员工 从林轩院生共约230级人 以福威家园大佛城 三号楼等地为周星 向外延伸 许多运生是第一次参加 都感觉格外有意义 那在本山这边参与突波呢 可以感受到就是大家万众一心 集体创作的一个精神 其实在佛光山里面 我们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 我们就在一起努力守护这个家园 一起将这个宝山 将一个将幸运大使说 开创下来的这一片土地 把它弄得非常干净整洁 这是我们所谓的佛光山 集体创作的精神 山徒儿台风来来强风暴雨 佛光山深信团结一心 共渡难关 用这块的速度赶紧整顿环境 将持续为来山民众做好准备 两天新闻中族民高雄采访报导 在于物件中间游戏和agens河 地区预警 地区预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